哈喽,大家好 在上一期视频里,我把香港这个朋友记载了两块主板的那块比较好修的主板 已经修复了 没有看过朋友吗,我会把视频的链接放在概要栏里面的 你们可以点过去先看一下 然后呢,这一期视频呢,我们就开始来修这个,叫难修的主板了 那这块主板的问题是什么呢 可能初始可以连wifi,bluetooth不能连据e-com 有的时候wifi也不好呢 这件事说明无线模块,这下面有块芯片啊 这个芯片或者是这个相关的电路出问题了 而且发现主机螺丝的松紧有点影响wifi功能 可能螺丝松紧也导致这边有点变形啊 可能这里面就有板层的断线或者接触不良 或者芯片下面的虚焊导致的了 有时关机以后就不能正常开机到罗狗就黑屏了 也是因为这个wifi模块的问题 然后不焊了,即更换了cpu左边的ic 因为卡罗狗了以后呢,会导致这两路电源的这一路电源是不出的 可能这个朋友以为是他这个ic有问题了,可以焊了一下 结果焊了以后情况更严重 去到第一个logo就停了 然后再更换wifi ic没有改善 哦,是这么一个问题哦 那么我们重点就要看这个wifi和电源ic了 那很有可能这个电源ic已经坏掉了 因为他的故障现象跟之前已经不一样了 那让我们先看一下他给我什么零件吧 这个充电芯片和M91T36,这两块芯片其实没什么用 这两块芯片应该是没有故障的啦 然后呢,有两块wifi芯片 待会看看吧,也许用得着 OK,那我们先上到机身上,看看是什么故障现象吧 OK,扎电抖动了一下,没有漏电,那是电容充电 然后我们把这个机器给转过来 开机,电源起来了 logo出来了 第一个logo过了以后,这地方在那边抖了一下掉下去了 那么wifi芯片它已经动过了 我们就把这个罩子拿下来 哎,果然,果然焊过了 焊的还挺好的哦 但是焊油好像残留比较多一点 OK,我们先在显微镜下面看一下哦 它动过哪些地方 这个是cpu下面的那种供电,没有问题 这里没焊过 cpu这边怎么回事啊 好像是那个焊膏流到边下去了 这个东西流下去后 虽然这玩意好像是绝缘的 但是,不太好哎 cpu背面电容没有掉 没问题 这块芯片它动过了 这边好像有点破了嘛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WiFi CYW4356X WiFi的芯片倒是没有破损 周边稍微有点磕脚 但是这里应该问题不大 其他没什么了 我们来测一下它这几个组织 对地87啊,偏低了嘛 标准在114左右 看一下这路呢 这路对地165 这个也偏低了 应该是215左右 第一步就是要从这个电源芯片开始 我先把这个芯片拿下来 看看它的组织有没有恢复成长 好,下焊了还可以哦 ok哦,拿掉了那块电源芯片 cpu这边的两路供电的对地组织 还是下不来 还是不正常 所以呢,为了排除一下呢 我把这一块WiFi芯片也取下来了 如果WiFi芯片取下来还是老样子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cpu下面 进了这些散热膏导致的 好,那我们现在先准备拆WiFi芯片 然后呢,再准备一个好加一点的镊子 ok 开始干 看一下焊点有没有联系哦 好像没有联系 等它量一会儿 我已经把它的WiFi和电源芯片都拿掉了以后呢 测量它的对地组织还是偏低 然后感觉要么就是其他地方坏了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因为 这个cpu下面进了脏的东西 它是78,79 这边153 这两路都是相同比例子在那偏低 也有可能是这个cpu有故障 这边的 装进去先看一下吧 ok啊 我们再卸掉两块芯片之后 再看看什么现象 点亮第一个logo 点亮第一个logo 然后灭了以后 哪样子第二个logo就不再亮了 就下去了 ok 那它这个cpu下面组织 我先不管吧 它这个电源管既然已经被它动过了 那我就想一面它这个电源管是坏的 从料板上拿一块好的电源板 换上试试看 再看看第二个logo能不能出来 ok 我的可怜的料板准备好了 它这块电源管是从来没被动过的 我们现在把它拿下来 ok 接下来要给它直吸啊 试试不在显微镜下操作哦 上点焊油 好,每个点都ok哦 ok 完美 后就直吸了 看一下这iphone的钢网有没有正好合适套的哦 它竖下来有4颗 只多了一排 用这个最完美 最匹配的 就多了下面一排,ok 就用这个吧 我们来开始挂锡了 灵魂时刻 这个只需要一点点锡就够了吧 好了 这么点ok了 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在显微镜下看会舒服很多 我用显微镜看一下吧 ok我们先给它归一下位 好,芯片我们先放一边 我们来看一下主板 刚才已经脱过锡了哦 现在把它上面的锡弄干净 感觉这两个地线这边温度还是不够啊 OK OK 拭干净 好了,上面焊盘擦得很干净 我们看一下芯片 它这个max好像是朝下的 嗯,对 好了 测一下炉子呢 应该是没有用的 现在因为还热着,现在59,130 过了一会温度下来了以后就会变成7之几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上电视一下咯 ok,现在老规矩还是最小的构成 电源,显示器,闪存 电池 ok,还是家电不漏电 排机 第一个LOGO出来了 诶,第二个LOGO出来了,诶,这是个好现象了 那么就说明它这个电源管 我换了电源管以后呢,把它修出了第二个LOGO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对付它的wifi的问题了 yes,yes,yes,太棒了 刚才呢,我花了点时间啊 把它这个wifi的焊盘给清扫了一下处理好了 现在就是一个可以直接焊接的状态 接下来呢,要给它的芯片直锡 不过呢,之前它装在上面这个芯片为了以防万一 看的是没什么问题 然后它这塑料袋有一个像,叫写了个芯的塑料袋 里面这块芯片,虽然写的芯啊 这块芯片很明显被它直锡吸了 我现在在犹豫到底是用哪一块啊 但它保护的是比较好 嗯,还是塑料袋里这个吧 ok,看一下 首先要给它上漆 嗯,好像有几个点啊,太高了 那我们再来一遍 我换把落腿吧 我又调低一点 ok,接下来给它直锡 ok,然后我这边有个法宝 正好配套的直锡网 完美 当然用空用的直锡网也ok了 配套的直锡网会比较舒服一点 这个湿浆有点湿哦 吹的时候要当心点 湿浆温度有点不够爽啊 差不多了 OK 好像不太对劲 有很多事都没下去 现在再来一下 不行,我感觉我这波已经失败了啊 再来一次啊 再来一次啊 为什么啊,温度不够吗 再提高点 这里再加点焊油 我先点着吧 不下去 不下去 ok,加点焊油就老实了 马上 漂亮 这个钢网比较便宜啊 这个感觉就是没有那种贵的钢网好用一点 太硬了 放太用力啊 怕把芯片弄断掉 okok,下来了 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次的效果 ok,感觉还可以啊 没有点掉 没有漏点 然后加点焊油龜下位 ok 好完美哦 每个点都很亮 ok,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安装啊 顺败再次一支 你没干嘛 你干嘛呀 这还几个角色 呢 不客气 现在眶 outer 後面 OK,我們做準備了 好了,我們先開始焊接了 最關鍵的時間 ok,结果会怎么样呢,先给它凉一会儿 好了 刚才把这芯片装回去一开机 好了,我这辈子第一次亲眼看到橙色的屏幕 真的好神奇哦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芯片是新的呀,莫非是这个芯片不匹配呢? 还是 WiFi周边的有什么东西,导致它不能正常工作了呢? 没有办法了,先把它拆开来 然后我们再仔细看看其他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不行的话呢,它反正给了3块WiFi芯片了 我们一个个换过去 OK 刚才呢,我把我装的这块芯片拿下来看了一下 然后下面每个点都是很饱满的 那说明焊接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只有两个原因了 要不就是这个芯片有问题 要不就是跟这个芯片相关的周边的电路有问题 导致这个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那现在没什么办法啊 它因为有3块芯片了 那我们就另外两块一块块换上去试一下啦 试试运气咯 OK,刚才第一块芯片换上去成平嘛 然后呢,我换了它第二块 是新的芯片 结果呢,是卡罗狗 那我没有办法了呢 我只好把它那个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个旧这个塑料袋 这个芯片再装回去了 那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那这个旧芯片呢,我的理解是 可能是它原先啊,就是它机器上带的这块芯片了 那现在这块芯片把它焊回去了 也清理干净了 上面有一条划痕 那是因为我刚才在给它做清扫的时候 不当心用了陶瓷镊子划了一下 希望别把它划坏了 应该是这么浅浅的一条,没问题 OK,那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如果这一次搞不定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接下来我们加电 加电不漏电 那我们把它转过声也是最小的 显示器开关 然后呢,电流我们就不用看了吧 我们就看这个屏幕吧 好,我们开机 开机,电流起来 好,第一个logo 电流起来,第二个logo yes,yes,搞定了,搞定了 哇 我把这台机器关掉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把它的天线什么都接上 看看正常不正常 那把所有的接口都接上吧 这个应该是两牙吧 粗的那根是WiFi吧 然后把手把也接好 扬声器也接好 左右手把都接好 扬声器左右手把都ok了 那电池我用这个机身的电池给它做测试吧 然后我们再开一下机 OK,开机没问题哦 这个电池88%的电量 网络 WiFi出来 yes,yes,yes,yes 能找到我家的WiFi 完全没有问题 那最关键就看一下手柄的bluetooth 能不能ok了 手柄识别啊 左边识别 右边识别 OK 手柄登录OK的话 我们看一下 那现在我把它拔掉 那两边的手柄 现在是蓝牙状态 非常的ok 现在是蓝牙状态 把拿到身后 也都是可以遥控 然后我们再启动一下 我的祖传的喷射战士 如果这个玩耀能成功的话 那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哇 yes 啊我就比较奇怪 为什么 我装了这两块芯片都不能用 然后装它的老的芯片就ok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知情的朋友 Switch的WiFi芯片 是加密也是绑定的 在它闪存里面 就说它检查了 你换其它芯片的话 就不能启动 就会卡了狗 有没有这种道理呢 请知情的朋友给我留下言哦 谢谢啦 那它原先 这个WiFi不能用 或者成品的问题呢 并不是它这块芯片坏掉了 而是它这块芯片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因为它的邮件里跟我说过啊 它说根据这个尼罗斯的用力的大小 会影响它这个信号 那我觉得就说 其实它就是这个芯片的虚焊造成的 那其实不用去买这种芯片了 你把这个芯片重新 REBOL一下 重新直下球再焊一下 应该就能修复的 ok 这次香港的这两块主板 我全都修复了 真的打心理很开心啊 也替这个朋友高兴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